今天在台南府城登场的2016国际当代绘画邀请展 邀请了国内外总共73位的画家参展 而前年的高雄七报也罕见的被画入画里 画中人物针着大眼睛 刺压裂嘴的模样 让看画的人也能感受到那股锥心刺骨的痛 这是台湾画家李淑珍的作品《伤患》 画的正是2014年震撼社会的高雄七报 他发生七报的时候 我的家住在附近 所以我那时候看到伤患非常痛苦 他用这个饭带包着 你看看他蜡蜡很痛 吹起来咬起来咬起来甘 这饭带摆在手上 但是那个肺腰在流 我是想要表现同理心 把社会时事变成作品 记录下台湾的伤口 丰富的色彩 充满肌理和生命力的画风 让人感受到浓浓的情感 浓厚的情感 饱满的情绪 我会去给他 去给他表现 所以我是用过画刀 就这样一顶一顶 这样打 把那个情绪 把那个个性 去给他表达出来 用艺术呈现真实 正好就是2016国际当代 绘画邀请展的主题 策展人马芳瑜将主题定为刺客外传 邀请来自世界各国73位 当代艺术家参展 艺术家化身为古代的刺客或侠客 用作品戳破虚假 给予社会反省的力量 民事新闻林居民 台南市报道